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尼布加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摩世说 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 他们回答王说 王啊 是 王说 看哪 我见有四个人 并没有捆绑 在火中游行 也没有受伤 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 于是尼布加尼撒就进烈火窑门 说 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 弥撒 亚伯尼哥出来 上这里来吧 沙德拉 弥撒 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 那些总督 钦差 巡抚和王的谋士 一同聚集看着三个人 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 头发也没有烧焦 衣裳也没有变色 并没有火料的气味 尼布加尼撒说 沙德拉 弥撒 亚伯尼哥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他差遣使者 救护倚靠他的仆人 他们不尊王命 舍去己身 在他们神以外 不肯侍奉敬拜别神 现在我将指 无论何方 何国 何族的人 傍读沙德拉 弥撒 亚伯尼哥之神的 必备灵持 他的房屋必成粪堆 因为没有别神 能这样施行拯救 那是王在巴比伦省 高声的沙德拉 弥撒 亚伯尼哥 今天的经文是 《弹一礼书》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 我们首先来看 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的内容 在这里说 那时尼布加尼撒王 惊起 急忙起来 对谋士说 我们捆起来 扔在火里的 不是三个人吗 他们回答 王说 王啊 是 王说 看啊 我见有四个人 并没有捆绊 在火中游行 也没有受伤 那第四个的相貌 好像绳子 好 我们神经读到这里 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 弹一礼的三个朋友 他们拒绝向 尼布加尼撒王 所设立的这个偶线 惊向下拜 因此他们被扔进了这个烈火的窑中 我们通过前面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窑呀 被烧得非常热 这三个人被扔进去之前 那些抬他们的士兵 因为太热了 这个火窑烧得太急了 那些士兵们都被烧死了 但是这三个人在烈火的窑中 好像并没有事情 不但如此 这个王 尼布加尼撒 看见了还有第四个人 在这烈火的窑中 他们这三个朋友 弹一礼的三个朋友 被扔在火窑中 有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三个人肯定在祈求上帝 能够来拯救他们 帮助他们 但是他们的信心也告诉他们 说上帝一定会拯救他们 既或不然 他们也无所谓 也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神好像真的拯救他们了 但是上帝拯救的方法 好像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方法 有时候上帝拯救我们 并非是让苦难和危险离开我们 而是让苦难和危险 对我们的生命不造成损害 这三个朋友 弹一礼的这三个朋友 他们最终还是被扔在了火窑里面 但是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 同样的道理 圣经里面的约瑟也是这样的 约瑟被卖为奴 甚至他被下在了监狱当中 他在人生当中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但是这些苦难 对他的生命造成了危险吗 甚至在埃及的监狱当中 他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危险 他在波提伐家中 他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危险 上帝没有将苦难从约瑟身边挪走 而是不让苦难对约瑟的生命造成损害 这个时候苦难就成为了训练约瑟的工具 成为了约瑟的祝福 同样的道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火谣中的这三个人 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危险 这就是神的拯救 这就是神的祝福 其次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他们在火谣当中不是三个人 是四个人 这是意味着什么 在苦难和危险当中 不是我们独自在面对苦难 不是我们独自在面对危险 上帝与我们一同受苦 上帝与我们一同进入到危险当中 神与我们同在 正如马上福音二十八章第二十节 这里所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魔力 所以弟兄姊妹们 基督徒的人生 常常会遇到很多苦难 遇到很多危险 我们也常常来到上帝面前 祈求主啊 不要让这些危险临到我 不要让这些苦难临到我 求你祝福我 保守我 不要去经历这些 但很多时候上帝似乎 没有垂平我们这样的祷告 我们的生命当中 仍然会经历苦难 仍然会经历危险 我们觉得上帝 没有垂平我们的祷告 其实不是这样 很多时候上帝垂平了 我们的祷告 但是神的保守和拯救 并不是让危险和苦难 离开我们 而是帮助我们 让这些苦难 这些苦难 这些危险 对我们的生命 不会造成损害 成为一个祝福的空拒 其次我们要相信 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环境 神与我们同在 上帝与我们一同受苦 上帝与我们一同经历 上帝与我们一同经历 我们人生当中 无论是顺境 无论是历境 神都与我们同在 与神同行的人 常常抓住上帝的人 我们不再会有任何的惧怕 所以弟兄姊妹们 愿我们每天 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透过神的话语 透过与神同行的 这样的行为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 将我们的惧怕挪移 让我们不再惧怕 生命当中 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三世界的内容 在这里圣经说 那时王在巴比伦省 高升了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 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但一里的这三个朋友 最后得到了 尼布贾尼沙的高升 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当然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生命成为了 一个荣耀神的生命 经历了这样的困难 苦难之后 也改变了 当然尼布贾尼沙 对他们的看法 也改变了 这里巴比伦王 透过他们看见了什么 透过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 所以巴比伦王说 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这句话代表着 这个外班的君王 透过 透过什么 透过弹一里 这三个朋友 他们对上帝的忠心的行为 顺服的行为 看见了至高神 上帝的荣耀 不但如此 弹一里的这三个朋友 在巴比伦也得到了 君王的高举 他们生活也改变了 很多时候 神的荣耀 是透过神的百姓 彰显出来的 确切地说 神的荣耀 是透过神百姓 顺服的行为 忠心的行为 得到彰显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的时候 我们对上帝忠心的时候 顺服的时候 那些不幸的人 必然能够通过我们的行为 看见上帝的荣耀 能够看见上帝存在于 这个世界当中 能够产生信心 能够信仰上帝 所以 愿服音12章24节 这里也告诉我们说 一粒麦子 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这句话应用在 弹衣里的这三个朋友身上 也是适当的 为什么 他们本身就是抱着 这种逼死的决心 既或不然 我也不向你的神下拜 当他们抱着 这种逼死的决心 去做的时候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得到了新生 接出了许多的子粒来 并且还影响到了 这位巴比伦的君文 所以弟兄姊妹们 荣耀神的生命 是有价值的生命 旧途生活的目标 存在的目的 是为了努力成为荣耀神 成为荣耀神的人 应该努力的 为了能够荣耀神 而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么我们如何让神的荣耀 在我们的身上显现呢 我们又如何让人看见我们 就如同看见了耶稣基督呢 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我们需要去学习 但一里的三个朋友 需要去学习他们这种 舍己的精神 顺服的精神 忠心于上帝的精神 正如使徒保罗 在加拿大书二章二十节这里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如今我在肉身活着 乃是信神的儿子而活 愿这句经文 能够映入到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时常去思想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当我们想要发怒的时候 当我们想要抱怨的时候 当我们想要犯罪的时候 就让我们一起去默想这节经文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已经死去了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让基督的品性 让基督的温柔 让基督的饶恕 在我们身上得到沾显 那么我们的生命 就是荣耀神的生命 让自己的意志 降伏在神的意志之下 我们就能够成为 荣耀神的器皿 愿上帝祝福大家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主我们感谢你 今日赐给我们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舍己的精神 必须要有这样顺服上帝的精神 我们知道顺服和忠心的行为 一定带来上帝你的祝福 就像弹衣里的这三个朋友一样 他们因着顺服神 忠心神 他们改变了 他们不但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变 他们也改变了 尼布甲尼撒王对他们的看法 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成为有影响力的信徒 能够影响到身边那些不幸的人 我们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